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,政府积极发展绿能风力发电是其中重要项目之一,环保署近一整天总计有7件风力发电开发案,分别于环平初审小组及环平大会审查,环团与会也都没闲着,轮番前来抗议,环保署里里外外好不热闹,最后仅位于新竹外海的陶新峰电影影响环境层面大, 于初审专案小组被认定不应开发,其余6案皆于环平大会获得通过风力率电蓄势待发,环保署近上午针对陶新离岸风电进行专案小组第二次审查,下午则召开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委员会第321次会议,审查包括云林县四虎香口虎香风力电厂兴建计划,彰化西岛离岸风电, 彰化张芳离岸风电,彰化福芳离岸风电,海峡离岸风电,第27号封场,海峡离岸风电,第28号封场等6案一路省到超过晚上8时, 陶新离岸风电位于新竹外海,临近陶原新屋永安于港, 审查前及早百名当地居民聚集环保署前抗议,反对者认为开发冲击当地千古与石户文化, 而且对藻礁生态也有破坏,并可能与中游第三接收战冲突,历经三个小时讨论, 即使虽然业者愿意自砍封场远离海岸,但在环平委员也普遍认为业者相关评估不足,建议不应开发。 云林县四湖乡口湖乡锋利电厂新,建计划则因专案小组先前做成进入二阶级同意开发两项建议, 经过讨论后决定以不记民方式表决投票,开发案最后以同意开发6票, 进入二阶环平5票,弃权1票惊险通过,不过后续增加需与当地养殖文革业者沟通并由农委会督导, 而彰化西岛、张芳、福峰等三线离岸封电开发也遭遇环团及渔会抗议, 环团认为环平草率白海盆已经面临灭绝倒数, 彰化渔会则动员数量游览车渔民参与审查, 批评环保署压坝,未将渔业纳入讨论议题影响渔民生计, 不过最后经过环平委员反复讨论后, 与海峡27号、海峡28号等二案同获得环平通过的件, 一但也要求业者必须遵守开发承诺。